两年前一张可爱的自拍照 周一却闹上了法庭 2015年9月 德国总理梅克尔造访难民案制所留下不少自拍照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莫达玛尼 与总理自拍的画面被记者拍下 后来却被恶意修改 指示他是去年三月比利市恐攻的主贤 在脸书被疯传超过20万次 他和柏林的寄宿家庭甚至受到死亡威胁 他多次要求脸书撤下相关照片 但是遭脸书拒绝 他的照片也被用来宣传仇恨言论 去年圣诞夜一名街友在柏林被清明青少年点火焚烧 他的照片再次被滥用 更有脸书用户指称他就是嫌犯之一 他在一月委托律师向德国南部法院 申请暂时禁止令 要求脸书禁止用户使用相关照片 制造假新闻 国际中心组合外电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